台湾秘辛 当年犯下白小燕命案的 林春生 高天明 还有陈静兴 最后只有陈静兴他一个人 活着接受司法的审判 但是对于白案背后 是不是还有主使者 陈静兴他依旧表示 只有当时负责接洽的 林春生知道 而在枪决伏法之前 陈静兴宣出了他的器官 还留下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罪人的遗书 陈静兴在狱中的最后告白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段画面 这是陈静兴的手稿 第一次看到的人几乎不会相信 这竟然是一个 双手沾满血性的杀人犯 所写下来的字 而陈静兴呢得意的说 在少年府育院待了三年的时间 期间一天写下一本的生字簿 他把字写得既工程又漂亮 说他只有小学毕业 这根本没有人会相信 陈静兴还说 小学有一次考自然 他只看了一下 结果就考了100分 所以说他只是不喜欢念书 不代表他不会念书 而陈静兴最后在这本书里头 他写了一封信 提到了他起初不是一个很坏的人 单纯只是喜欢玩 不喜欢读书 喜欢三五成群的搞在一块 游荡飙车玩电动 家人根本管不住他 谁知道 这竟然是陈静兴踏入 万劫不复的第一步 南非五官送给陈静兴这本 在相片的晚上 他在看这里 199 牧师旁明镇手上拿着陈静兴死前 还在读的圣经 回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的互动情况 主管打开那个设计的门 跟陈静兴说 陈静兴 陈静兴 陈静叔叔来看你 陈静兴吓一跳 因为昨天晚上呢 看那个小的电视 看到孙叔叔的节目 你的老朋友孙悦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孙叔叔出现在他面前 房间里面小小的嘛 那孙叔叔带他跪下来 跟他讲一些话 最后带他 我那么站起来的时候 我就看来 陈静兴眼中有点泪水 他对孙叔叔感动 孙叔叔这样的人物 竟然愿意到 静兴里面来 到了社房里面来跪下 带他祷告 刚开始入肩 陈静兴想寄托宗教 安定心情 一度看佛经 却越看越害怕 突然 有天他想起 夹持南非五官家人的内业 举强想要自尽的时候 没想到那个五官的太太 那个安宁夫人就说 NO 他就用那个半生不熟的 谷语就跟他讲 你要想想你太太 要想想你孩子 叫他放下来 他觉得奇怪 我自强了以后 不是你们全家的美事吗 他竟然说NO 他就感受得到 那家人对他的关心 甚至他要投降的时候 五官的太太 先拥抱他 跟他说 你最后悔改 上帝我原谅你 好 最关心 有罪在身 祈求原谅 陈静心开始阅读圣经 牧师常去探视他 直到陈静心文笔好 建议他把过去记录下来 作为他人浅测之鉴 陈静心给年轻人的一封信 描述被追捕的过程 全国总动员 像是过街老鼠 进攻之鸟 三个人共同迷惘的就是 怎么会搞得这样 陈静心手稿曝光 字体工整娟修 有句话说 字如其人 然而却跟陈静心的粗犷 凶狠模样 很难联想在一块儿 原来少年时期 他曾经特别下苦功练字 一天就写一本 我记得他说他进感悠爱院 不久被同学欺负了 他跟导师讲 说导师 有人欺负我 那导师竟然说跟他讲说 这种小事你也要跟我讲 所以他就发现这个地方了 一定要当强者 所以他有没有印象 他字写得很漂亮 其实他就比别人更认真 爱也勤写字 各方面他就经常去表现 两千六 来 坐坐 好 求表现就是想被肯定 因为家庭背景关系 让陈静心格外渴望 获得关爱 陈静心他母亲 他本来是万华这里的人 当地人 他的父亲 其实也不能说父亲 因为他跟他妈妈 他妈妈是只有同居而已 怀孕之后你也知道 就说难得我不跟你结婚 哪里怀孕我就要来找 他生下来就不想到生父是谁 后来他妈妈改嫁 也生了四个小孩子 小孩子做乖 他就很生气 一下子把那个 座子上的这个拜承命的东西 都扫光 或外婆觉得很不好意思… 就带着这个孙子就离开这个家 自己跟这个陈静心的一起 就生活了 以前都在自己带便當 还没有到中午 再便那里吃完 不然以后啊 就从窗户都跳出去以后 下午就去玩 那这种隔代家庭 本来从小就是浪溺爱 因为就是说 阿嬷会感到说 这个小孩 小孩没背不背 在旁边很可能 所以他那个时候小时候 你物质上没有给他满足 那当然就是在一些管理上 管教上 就给他很多的自由空间 阿嬷后来去跟校长跪下来 请校长给他机会 堵堵到小学畢业 陈静心说 上了国中时 看到ABC就很反感 常俏课 外祖母管不动 干脆把他送回三重的妈妈家 但是也没用 那时候陈静心身材精壮 皮肤有黑 他很勤劳练身体 但对读书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国中之后他就突然间变很壮 你看陈静心那个个子 他本来就是壮壮的那种 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学校很喜欢 跟一群同学起哄 也跟着人家说话怕就怕那种的啦 就是很喜欢打架干什么 违反校规 所以他是错学生 他国中都没有毕业 二十多年后 重回陈静心小时候 经常出没的地方 我们找到他的儿时玩伴 他在外面做的事 他家里 大家可能不是大作 他都坐外面 就很少回来就对了 对 他小时候是 就是会比较调扁 他对我们不会 外面很坏 对我们什么都不会 他也是很坏喔 他比起来很坏 辍学后到处乱跑 肚子饿 打香肠吃 没钱用就到工地捡铁条旅饭 卖给资源回收 换鞋零钱 那陈欣欣从小说实在话 他不知道个性怎样怎样 他觉得说其他小孩子 有的东西他都没有 所以他从小很喜欢偷东西 红的那个什么水管 人家大概换了以后 没有拿去丢掉 拿那个红的水管 准备要去卖掉 因为可以卖掉钱 一块钱…拿一个糖果也好 下来的时候被警察看到 他就把他倒了小 我把他送进去 少官锁 偷雪龙头 背诵感化教育 缓刑三年 陈欣欣从少官锁出来后 曾经跟着一名雕刻师傅 工作一年多 但他经常不去上工 因为他就住在三重天台戏院附近 看电影打撞球 年轻人聚集的热闹场所 反倒跑去跟角头们私婚 有一回跟人打架 冲动拿刀刺伤人 被关进桃园少府院 一关就是三年 他这个人非常可憐 因为他从小真的说实在 家庭不完整 又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 后来认识了身边又是扶群狗挡 之前一半的岁月17年 是在监牢里面度过的 所以你说在监牢里面 他当然就是所接触到的 都是这些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他的沉磨之路 就是到最后他会 人家会觉得他是魔鬼 陈静兴青少年时期就小案不断 年纪越大 案子越改越大 从头变强被重判15年 在澎湖监狱服刑期间 又企图逃狱 被托判了两年一剑绿刀 遇上蒋经国总统逝世 获得大赦减刑 管理人有限嘛 他就会请在建立里面 被关的人来协助管理被关的人 他当然在选择这种杂役的时候 就会比较挑一些 比较精明能干的嘛 所以他去地岛很快就去当杂役了 所以才会去认识高天明他们 加上陈静兴 林春生都混击三重 而林春生 高天明 又是国小的外町 三个人都前科累累 凑在一起准美好事 林春生更夸张的是 他曾经有在一些民间团体 甚至异形 异形团体 他都当过异形人 就跟这些团体人接触很深 很柔势 所以他的外交手法 他们口才没话讲 那高天明这个人比较干脚 四个监狱犯过一个 不断认识三教九流的人 陈静兴大半辈子在监牢度过 他没想到去绿岛监狱 关回来的时候 阿嬷已经够死了 所以他那个对他打击是很大的 不到一年 他又患了盗毁罪 伤害罪 结果又到北京去关了三年 不断犯案 陈静兴浑浑噩噩 坐了十七年牢 不知道未来在哪 他给年轻人的一封信中 弹起自己荒唐的岁月 不喜欢读书 爱飙车玩电动 是踏入万劫不复的第一步 为什么截二连三在最终打滚 问题就是出在从小瘫玩 家人管不住 那一颗流荡的心 在醉的漩涡中一直往下沉 直到灭定为止 他感觉他人生好像切了这十七年 所以他后面就要去弥补 他这十七年来了 所以我就给他弄说 这个有十七年 这个情节 后来在最后一次他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刚好有机会去 擅从那边经营 当年正逢赌博系电玩盛行 商机庞大 陈静兴搭上老朋友林春生 高天明趁机狠撈了一笔 他跟欧丁美 高天明 林春生 他们几个人就在三重天台的地方 做起赌博系电玩 那那几年赌博系电玩 在台北县就是说实在话 非常兴盛 而且那个每个人做那种电玩的 几乎都致富 所以那个时候陈静兴致富 他觉得他有永远的一切 赚了钱 脱离过去贫穷清苦的日子 而且陈静兴跟张素珍结婚后 陆续生下两个儿子 有银子 有妻子 有儿子 这是陈静兴人生最心满意足的阶段 陈静兴被关到绿岛的那一段期间 可以说是他人生最巅峰 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那是他自己说的 在书里头也有写到 因为当时在绿岛 所有的康乐节目都是由他负责 像是体操比赛 军歌比赛 都是陈静兴在指挥 还因此得到了十几张的奖状 但是他没有想到也是因为在绿岛认识了 高天明还有林春生 这两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 陈静兴说高天明的观察力好 脑筋特别的清楚 谨慎小心 他跟林春生都以高天明的意见为主 而后来这三个人从绿岛出来之后 又再三重混在一块 而且因为经营赌博电丸赚了不少钱 日子过得非常宽裕 但是没有想到后来爆发了周人生电丸弊案 政府大力扫荡赌博电丸 陈静兴的裁员被断掉了 日进斗金的好日子也没得过了 他说在1997年的2月某一天 高天明还有林春生跑来找他 说最近有个绑人的案子做不做呢 陈静兴因为缺钱就答应了 但其实他不知道要绑谁 但他认为高天明之所以会想到他 是因为他有门路可以买到枪 后来过了一个月之后 确定了绑架目标 先去五谷看了房子 还给这个叫做取名叫做天一 如果成功的话 再接上无缝这两个字 就叫做天一无缝 陈静兴在书里还提到了 主要是由林春生跟幕后主使者接洽 而目的是要给白冰冰一个教训 事成之后三个人能评分所有的赎金 还会再给一笔六千万 但问题是这幕后主使者到底是谁呢 陈静兴说林春生始终很神秘 特别是在他死了以后 更不可能有人知道谁是常敬人 你这样一万自主 是不是为了你们迹象的姿势 也算是啦 但是主要说 出来给大家一个清楚的交代 陈静兴在南非五官官邸夹齿案投降后 亲口说要交代清楚 在狱中更写下一封公开道歉的信 陈静兴向全民道歉 说他是罪人 特别是绑架白小燕真是罪大恶极 他说回不当初痛恨自己 请每位受害者家属饶恕哦 只有把器官奉献出来算是弥补 然而陈静兴真的完全悔悟 坦白一切了吗 白一切捕发现白小燕的胃中空无一物 而且体无完肤 可是陈静兴在书中辩驳 都有为白小燕吃泡面还有饼干 当初一心只是想着要钱 没有要白小燕的命 那为什么她会伤痕累累 陈静兴说 为了让白小燕安静 为了一堆安眠药给她吃 后来药量不断增加 越吃越多 甚至一次喂十几颗 只是平常药量的一半 难道不晓得这样会出人命吗 她更推卸责任 问题出在药上面 后来才晓得有英文字母的 是兴奋剂 控制不了是不行的 你一下他一下 大男人出手力道大 不知轻重 把白小燕的命给打飞了 可是判决书中载明 四月十八号 三个人不满白彬彬报案 轮番全打脚踢 痛欧凌虐白小燕 导致她伤中 跟白彬彬的关系 然后或者是她到底 有没有对白小燕性侵 白小燕自己不配合 她才要把她 后来才弄死她 反正就是这些事情 她就必中旧情就对了 尤其陈静兴在书中陈述 高天明替白小燕注射麻药 由林春生把白小燕的小指切断 但是比对一下起诉书的内容 检察官认定 明明就是陈静兴迟刀犯案 但是她在书中却狡辩 退卸责任 警大法律系系主任 徐福生教授 在陈静兴扶法前 花了两个月时间 到狱中跟她访谈 分析陈静兴的性格 所以我想说 她这个就是我们在写 犯罪鞋来讲 典型既有犯 社会人格 一生犯罪不断 狡诈说谎 冲动 然后良知良能不足 第一眼看到陈静兴 第二 身体很壮 很结实 还有我发觉她很会察言观色 教授发现 陈静兴坐牢十七个年头 养成她典型的监狱化人格 察言观色 能力很强 张志飞在白晓燕一审时无罪 陈静兴老神在在 不过到了二审 她就跟我特别说 她发现这个审判长 整个问的角度跟一审就不一样 所以她就依测到说 在白案二审判决的第三天 陈静兴选择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 以割警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抗议 判决了嘛 记者就特会去见她在北索 她就表演了一个自杀秀 你看 要引起社会的广二人在注意 你看就可见她这个人 是这么会计 这个采援官色 陈静兴想方设法要为张志飞脱罪 控诉她是被刑求逼供才认罪 但把时间拉回张志飞刚落网的时候 她被调查局干员带回案发现场的那一天 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鬼打墙 他们车子就在外面一直绕 因为那个巷子就好几条这样 长得都很像 就绕了好几条巷子都绕不到那个 西云路那间房子 你知道那个张志飞就在坐在后座 就靠着手铐 就很轻蔑地讲说 头上一条线右转就够了 你是在 所以你看他对这个地方熟门熟路啊 如果张志飞没有去过五谷西云路 囚禁白小日的地方 他怎么会脱口而出正确地点 这让干员们起了疑心 当场有个干员 因为他有阴阳眼 他就马上下车就跟他们小队长报告 跟那个组长报告说 他为什么白小日站在门口 就怕被说怪力乱神 调查局干员才被训斥过 接下来张志飞就行为异常 一进屋之后他就开始 突然间就开始前灯抖 就开始在试掉处吃的便当 马上就在那边吐 全部吐出来 吐了之后他就开始 就跪在旁边 就跪在一间和室的房间 就跪在那边就开始磕头 他就不要给他捏 不要给他捏 再来趕快把他拖出去 拖到外面他才回神 他说白小燕要来守命 他说他希望能够买箱 名纸 进去里面烧 就在白小燕遭杀害的房间内 张志飞诡异举止 难以解释 进去烧了之后 拜了之后他才会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之后 接下来更神奇的 刚才不是什么都不讲 他跪在那个和室的门口之后 他就搞一开始他就告诉 检察官跟四调处那个干领讲说 白小燕当初就是被手靠在这个地下 那个时候就被打 手指头切的时候就是拿砖块 在哪里切 我是亲眼看到那个侦查录画面 所以你说有所谓吗 大家自己去试试 最后张志飞从无罪改判 无旗徒刑 显然法官认定的事实 跟陈静兴说张志飞是无辜的 根本难缘被撤 至于为什么要绑架白小燕 众说纷纭 由于当年白杯兵演艺事业正好 跟女儿住在林口的大豪宅内 陈静兴高天明宁春生的电玩店 被抄之后 歪脑筋就动向了 女明星的独生女妈 白小燕有一位 有一个朋友 女生朋友 有一天就带着她去天台玩 去那边玩的时候 她刚好认识高天明 她遇到高天明就跟她打招呼 高天明就顺口问了一下说 那个女孩是谁 因为她看着说不对啊 这个女生穿的衣服 你看起来就是名牌货 这应该好些人的女孩 她就问她说那个是谁 她说白小燕 像白喔 这世在台湾很昂悍 如果有了白冰冰啊 甚至一度谣传 白冰冰跟电玩经营券纠纷有关 惹祸上身 白冰冰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电动玩具 这个我可以保证 那是空穴来过人家乱走 不是啦 因为那个时候 你说电动玩具 她也不认识这些人 有一天我去菜市 那个阿姨也来说 白冰冰你很高烈 但是我们也来说 想说你当初不要乱背包 不要去搞到那块的别人 我又搞到啥 都说你这些 你会奋斗啊 然而根据陈进兴 在罪人的遗书中所写内容 她说当年对象锁定的 其实是白冰冰本人 由林春生接洽幕后指使者 目的是希望给白冰冰的教训 三个人到白冰冰的别墅勘查后 却发现她是艺人 坐席不定 后来林春生请示第一幕后人 改成要对白小燕下手 陈进兴从头到尾声称 有幕后主使者 她是知道不肯讲 还是真的不晓得 这个神秘人是谁 依然是个名 你们不必怀疑我 因为我信耶稣要枪毙 不信耶稣要枪毙 我何必骗上帝 这个话是真的 很多人怀疑她 所大怕下地狱 他选择上天堂 张志辉跟张苏珍 那时候被判重刑的时候 他觉得上帝没有听他的 他连上帝都要听他的 所以他说是最不适的 说陈兴信奉耶稣 却又咒骂上帝 陈进兴在信仰中反反复复 如同他的悔过也被质疑 他在监索的时候进去悲索 我们跟生团情就有人去辅导他 他就一直想说我还会 我信上帝 后来他的欺疚被判重刑之后 他又开始批判 我跟他们说对不起你们 我认罪我要是道歉 一个人如果真的悔改 他一定会像被害人道歉 他有道歉 一个人如果真正悔改 有悔改的心 就会有悔改的行为出来 虽然他的器官要见证的时候 人家都不痒了 其实心脏移植也没有那么样的 好像容易啊 等心脏也这个 很多人都等了很久啊 后来心脏移植成功了 到了一个年轻的一个病患那边 很奇怪了 他就跟赵国大的护士小姐两个结婚了 他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两个孩子 所以现在曾经现在心脏还在跳舞 而原本 他的欲中告白集结成策 书名叫做我毁罪 请你原谅我 引发争议后 改名为罪人的遗书 书被人家整个抵制啊 最后我们大概只收到三万多块钱的百岁 三万多块钱的百岁 我们全数捐给 最后一个 方保方命案的被害人的教授 真身的悔改 第一个你要真的 对这个事情产生磁感吧 你要知道你错在哪里 我是比较倾向 是对白冰冰来讲 他是没有表现真心的道歉 台湾到底报道我 五堂半会记 各位好 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到底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 来看全台湾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喽 台湾到底 您的家庭是給我們最幸福的鼓勵跟支持 啊 五湯八月經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